又到了丰收的季节 也到了缅甸榴莲飘香的季节 看看这树上的榴莲让人难以忘怀 因为这些榴莲很多是野生的榴莲在毛淡棉 它的保质期只有七天左右 所以在其他地方很难吃到这么好吃的榴莲 这些照片还是在缅甸的媒体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这些人民国防军PDF战士也特别愿意分享他们的照片 我们继续分享一些这些阳光青年 这些曼德勒青年 他们在参加PDF战士之前的和参加PDF战士之后的照片 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巨大的变化 你看到了他们也看到了缅甸这个国家的希望 这些年轻人乳羞未干 通过这两年的锻炼变成了勇敢的年轻人 通过这些照片 你能看到这些年轻人身上爆发的惊人的力量 这也就是缅甸的幸运 也就是缅甸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这些年轻人的证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爱红装爱武装 年轻漂亮的缅甸女孩 这个就比较巨大反差了 曾经是一名军人 现在也加入了人民国防军PDF 手机小哥 看他曾经是卖三星手机的 现在通过两年的军事训练 变成了一个意志坚定的PDF战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名他们的新闻工作者 现在也加入了PDF 这位女孩就是2021年2022年2023年 记录他的蜕变 这些可怜的孩子们 他们还是得到了慈善机构 可怜仰光的照顾 你看看他们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你说这些孩子们是倒霉的呢 还是幸运的呢 生长在缅甸这个国家 现在此时此刻这么样的动乱 可怜仰光又提供了蛋糕给到他们 排着长长的队伍的孩子们 这张图画记录了逃难在山区里的难民 为了躲避军人 这些老人也得到了可怜仰光的救助 越来越多的难民 五千万人口现在有一千七百万难民了 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 可怜的缅甸民众啊 又到了夜晚嘛 此时的大金塔 就连佛祖也不能保佑缅甸吗 你看看 这些躲避缅甸军人的空袭的民众啊 这是内战啊 不是外敌入侵啊 对自己人下手就这么狠 关键时刻还得看无人机编队啊 我们看到PDF人民国防军的无人机编队越来越熟练啊 更多的无人机在测试 准备进入战场啊 这是缅甸军人啊 最害怕的事情将要发生啊 啊 满天都是无人机啊 这是人民国防军 敌墓首部队 他们也在聚集啊 你看还有摩托车 最新武器更新速度也非常快 这是他们的一个营地啊 准备出发 这是在传授知识啊 在详细的讲解 学员们听得也非常认真啊 在这个国家危难的时候啊 越来越多的文化者又创造了更多的新的歌曲啊 这样鼓舞了更多的人加入了这场战争啊 更多的人为了这个国家挺身而出啊 你看到这些年轻人都是在军事训练 逐渐的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PDF战士 这是现场战斗的视频 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状况 这是又一批PDF战士啊 在休息 在吃午餐的视频 条件还是比较艰苦啊 但是大家看起来还是比较快乐 这是另一批PDF战士 已经走向了马路上面 这应该是克伦邦 应该是亚洲公路上吧 又开上了 你看这个马路的道路非常好啊 这不是要开向阳光吗 这样军人得吓死了 缅甸战况 我们分享第一个事件是缅甸克伦邦的迪莫索地区战略战事当中啊 恐怖的军方三十多人被打死 收缴了大量的武器 孟邦亚洲公路 一名在内比都受信回来的上位军官啊 被PDF事先知道了他的行踪啊 在路上守候他 发现了他所乘坐的车 让他下车接受检查 因为他没有穿军服啊 认为认不出来他 他想多了 肯定是有内线又报道了 所以缅甸军人的保密工作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啊 晚上他说要上厕所趁机想逃跑 还是被当场击毙了 第二起事件 妙娃迪两天的战斗当中啊 恐怖的军方二十四人被击毙 KNU与PDF两人阵亡 战斗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恐怖的军方出动了飞机和大炮 对该地区进行了轰炸 造成了平民的伤亡 下一起事件 十该瑞波地区的唐社镇沙克村 昨天4月19日 就在昨天4月19日下午5点左右 军方的高棉部队368 向当地的塔沙克村推进的时候啊 大约有120多人的军人啊 和当地的PDF发生了激战 激战了十分钟 打死了两名军人啊 造成了六名军人的受伤 两名军人啊 被军人当地就地火化了 下一起事件 就是今天上午啊 7点30分 曼德勒的博生级区啊 两名士兵穿着军装 出门去购物 就是明目张胆的 还大摇大摆 被当地的游击队 或者是PDF连开七枪 一人被当场打死 另一人受重伤啊 所以现在军人到哪里都不安全啊 这组走过来的人民国防军PDF 是由谁来组成的呢 他们是由当时的军人和警察组成的 他们的名字叫雷电游击队 第404营啊 举行了毕业典礼在解放区啊 他们是由2021年的8月开始 由警察领导的 现在他们已经建立了4个军区啊 这支雷霆游击队的目标 是结束暴政和偏执 尊重和重视 冰龙承诺 出现具有自决权和完全自主权的民主国家 该组织表示 将以尊重和重视民主和人权的政治政策 战斗到胜利为止 这支部队之前没有报道过 所以到底PDF隐藏了多少实力的部队 我们拭目以待 拳赏令啊 青帮的人民国防军CDF闽达部队宣布 将向奖励5000万美元的土地 一名飞行员的名字叫内温九 另一名叫铁林茂少校 他们都是受到军方明昂来信任的飞行员啊 所以这个头一开 我估计这些飞行员以后的小命都不保了 这军人狠起来真要命啊 就在4月18日至19日啊 缅甸的军方进入了马归的棉乡 叫马木坎村啊 对这个村庄进行了烧毁 并且烧毁了这个村庄的卫生院啊 并且逮捕了当地的一些人啊 包括无法走动的病人啊 这个村医院重要的是因为这是在2014年 日本转移和捐赠的建议物 但现在也被军人和标缩体摧毁了 缅甸军人发起狠啊 真是了不得呀 再上证据啊 这就是科伦邦的眼镜蛇部队 又缴获了军方的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啊 在最近两天的战斗当中啊 打死了军方24人啊 击伤了军方的23人啊 苗瓦底这个地区的战斗也是异常的激烈啊 而且战斗没有停止啊 我们也希望眼镜蛇部队和狮子营突击队啊 尽早的解放苗瓦底 尽早的解放KK园区啊 能让更多的人们逃离那个魔鬼的地方啊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集再见 也感谢大家继续的点赞评论转发 让更多的人知道缅甸的真相 感谢大家